有华升级偏乡的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新城乡公所在8月1号就办理了公路公共运输服务计划 新城乡幸福巴士车辆捐赠仪式 乡长和李台表示 新城乡即需要第二台的幸福巴士来加入团队服务乡亲 因此再一次的号召公会扇薪的企业家 以及各界捐赠 全力支持和乡长的优质幸福政策 不动产商业同业工会与乡公所共同努力 照顾新城乡的乡亲与长者 手拿钥匙新城乡幸福的大门 就由幸福巴士为您开启 幸福巴士在新城 新城在不在 新城乡民幸福幸福 向南克里台表示 本乡在111年10月5号办理新城乡幸福巴士启用仪式开始营运 截至到122年7月31号为止 累计服务人次3311人次 累计行驶里程7175公里 累计服务天数为201天 华林县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夏郭勇了解新城乡亲的需求 号召公会以及各界共同捐赠的第二部幸福巴士 并且加码赞助加装设备和AED 让本乡幸福巴士民众使用更加安全便利 因此透过8月1号隆中的仪式代表新城乡各界 感谢华林县不动产商业同业工会的全体会员 也希望借此抛赞允议 让更多的上线人士进入新城乡 只要听到蛛丝马鸡 立刻就出钱来处理不落人口 对社会上提供的温暖 我们要表达谢意 特别取自己社会 用自己社会 对这一群我们所有的工会的这些 伙伴弟兄姓妹们表达尊重质疑 这部车子跟上部车子比较不一样 它设备更加的一个器材 不管在整个上车 老人家的上车的辅助和阶梯也好 都是采取自动化的 AED两部车 你不要看看这AED小小的一部 但是放在车上 可以说当它需要用的时候 是救人一命 一部也要七八万了 这个救命的器材AED是非常的有用 所以社会善心人士的一个对地方 都是族群的一个协助帮忙 他要代表新人乡 我们这些老陆富足 向我们夏董事长去说了理件事 所以不动产开发工会的这些 所以会也很表达谢意 不动产商业同约工会理事长 蔡文毕老师 他是新人乡的乡亲 在加上全体工会理件事的支持之下 来回馈乡里 因为我是新人乡的乡民 所以只要新人乡的乡民 乡内只要有任何需要 我们开发业 可以帮着上忙的 就像本乡长说的 不管出钱 不管出力 那我相信我们工会 所有的理件事都是站在第一排 现任出关民除了感谢乡长 合理台的用心 也感谢各界企业家的支持 为我们乡长那么努力 来跟我们乡长 大家的互动 可以说我们新人乡真的是幸福 现在下面的表会主席陈希文 也感谢不动产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 夏贵永和李建师们 以及各界爱心 真的这是非常一个令人很感动的赛区 而且感动我们不动产工会 大家在赚钱之余 还不忘做公益 新城乡幸福巴士 赞 新人乡的合理台及公所团队 新城乡名代表会主席 称秀人及全体代表 新人颜色宝秀邱光明 各村村长和乡亲们 感谢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工会 捐赠新人乡公所幸福巴士 东泽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捐赠NED 与新城乡公所 共同照顾新神相子妹们 共同吸收创造幸福 新城好生活 记者金鸿逸 先下期再见